6号 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也带我 去哄哄喽喽啊 不害啊 现在不挺好了吗 老实待着 瞎豆腐什么呀 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哪一次不是我主动约的你 说吧 想去哪儿 我先去耶路撒冷 找那面枯墙 诉说你对我的种种不好 然后再去法国 找十七八个帅哥 天天跟我约会吃饭 然后还拍照片寄给你庆庆 可奔赴老头 祝你成功 说说你呗 我知道 你们男人嘛 不都喜欢什么 法国的美国的大妞 风乳肥臀的吗 无意 逗你玩呢 我没你那么奔放 说得正经的吧 我最想去的地方 是西藏 俗不俗 是个人都去西藏 不是 我想去西藏 不只是为了玩 那你干吗去 我小的时候吧 家里很穷 日子过得也不好 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拼开店 挣钱 其实 都是为了照顾家里人 一开始 是为了照顾妈妈 现在 是为了照顾小乐 还有悠悠 还有沈阿姨 我真的真的没有为自己想 我这么说不是在抱怨 我没有抱怨 我就是想等把它们都安顿好了 我要认真地为自己考虑一下 到那个时候 我就去我真正想去的地方 开一家我真正喜欢的店 西藏 是我的第一选择 找位置坐好 小心一下 小心 吴大夫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出院了 还得观察一下 还得观察 我跟你说 大脑不比其他部位 你能够那么快地恢复 已经是奇迹中的邪迹 那我觉得现在身体就很好地了 而且之前的那个头疼都已经不疼了 你觉得 一切都以检查结果为准 越是好好的休息 越能早出院 谢谢 各位团友 我们十五分钟以后出发啊 还有部分团友没到 请耐心等待啊 好 我想的时候吧 邻居家有个叔叔 他当时是去西藏支援国家建设 那个时候资讯不发的 然后他会往家里写很多信 还寄回了很多 印有西藏风光的那种云芯片 我当时看到了之后 瞬间就被迷住了 太美了 然后我就特别不要脸的 死皮烂脸的管就要了一张 我就把他挂在床头 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看那张明信片 真的真的好迷人 彻底把我迷住了 西藏的天空是那么那么的蓝 我觉得 那儿就是最纯净的地方 人要到那儿也会变得很纯净 怎么以前没有听你说起过 这是我的秘密 那你要把店开到布达拉宫吗 当然不会 我自己家都多地想过 西藏现在是旅游发达的地方 我才不想去拉萨凑热闹吗 周边有很多很多旅游的热点城市 到时候我就漫无无疑地走 走走看看 看看走走 一边走一边玩一边欣赏 如果走累了我就停下来 我相信 如果愿意停下来的地方 就应该是我想开店的地方 到那个时候 一家客栈 一壶清客酒 多好啊 我还能挣钱养活自己 西藏卫 好美妙的生活啊 你自己一个人去吗 一个人去可能会有点孤独吧 如果有人能作伴的话 当然好啊 我呀 你看我行不行啊 你呀 当然行啦 你看你又吃苦耐劳 又独立自强 然后还有 滚 我没别的优点吗 有 你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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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优点 就是我想不起来了 这个 我觉得吧 现在呢 我需要你跟我 干点儿时事 干什么时事啊 时事就是 你跟我 要赶紧把那个甜品那开业那些东西掌握到手里边 比如说进货呀拿货呀 这些笨灵你掌握了 到了西藏之后 你就会独立撑起半冰天 行 跟春节走着 别洗那坡 丢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丢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 拿来 拿来 你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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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把商业都往来抬 快一点 把商业抬出去 那边速度快一点 快点往来抬 你拥救了每一个人的 往来抬出去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会的 吴大夫 我情况怎么样了 情况还可以 再去做一次公证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过几天就可以搬出院手续了 真的 不过我可跟你说好了 千万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要知道脑部受伤 是需要一个漫长的 实战的修养 喂 喂 悠悠怎么样了 她电话怎么关机了 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悠悠有没有去啊 我没和悠悠在一起啊 你告诉我 到底出什么事了 本来呢 订好了你和悠悠去 泽州那趟大巴 在社区的路口 发生严重车祸了 现在是 悠悠的电话打不通 又关机了 什么 你 来 今天早上 我十二号公路附近 发生一场严重的车祸 造成多人伤亡 具体人数尚无法确认 我们的另一处记者 现在正在赶赴医院的湖中 稍后为大家带来医院的详细报道 门 Fall 乃gh 曼 照理中备了已公平 可以稍后再过 这位同志你干什么 我女朋友在里面 那也不行 你们太危险了 别忘记我 别忘记我 你没办法给她交了我威胁进去 你放心 我会招惠美一个人的 包括你的女朋友 我女朋友是龙雅人 她没办法给你们求救 没办法给你们交了 只有我 你相信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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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做到冷静吗 不可以 跟我来 大人 好 大人快儿 大人快儿 医生 大量 走 上边那两个人 来来 让一让 上边往那边走 让一让 这边 大家不要抛进爆炸前场 抛下往后退 登驾 登驾 起门了 登机 起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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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这边进去 里边危险 我朋友在里面 我朋友在里面 让我进去 什么意思 我朋友在里面 不行不行 里面太危险了 求求你 我朋友在里面 让我进去吧 你是说里面 有你朋友是吗 住下安全 安静让我退 不可事 不可事 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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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分开了 好吗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唯有 历经 磨难 苦楚 方能得到最美好的事物 悠悠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要给你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这样你就可以安心地画画 我们可以更好地生活在一起 可是 你是说还有一个事情需要去解决 是关于唐河山的对吗 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 我问过唐叔叔了 他跟我说了事情的真相 真相 什么真相 他说他和你爸爸是生死兄弟 他们一起做生意 后来 被人把钱都骗走了 你爸爸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最后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你爸爸的死 和唐叔叔没有关系 他在撒谎 他说的那些话全部都是在骗你 事情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他不会骗我 他不会骗我 如果我告诉你 他说的那些话全部都是假的 没有一句是真的 你相信吗 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些 悠悠 我不是责备你 我承认之前我也骗过你 但我是为了我们俩能够更好地在一起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悠悠 你相信我好吗 我相信 我相信 欢迎下次光临 七十五 二位 今天本店重新开业 拜拜 所有天品一律五折 随便点 好的 谢谢 老板 老板 您好 我看你们的外面写着 转发这条微博打八折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那你微博多少呀 小乐 咱们店微博多少 不是问你们店的微博 是问你的微博 不是 我 我没微博 什么 小气 你这样太直白 人家会害羞的嘛 老板 把你的微博告诉我们 好不好啊 我我我真没微博呀 老板 老板 来 笑一个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凭什么给你看看 给我给你看看 欢迎下次光临 料料 这是不是你同学啊 这个真不是我同学 你是不是故意整我 我哪敢呀 是你太 嗨 你怎么来了 欢迎啊 走了 欢迎 欢迎来到乐悠悠甜品店 这去的了汉北京 你要是也说上了 微博也扎上了 新店开业 恭喜啊 来 恭喜我来了 我跟你说啊 这北京啊特别冷 我见到你之后啊 这心里就老暖和了 老暖和的了 真的啊 那必须得感情 感情嘛 感情 那你来恭喜我这空手这对吗 得有礼物啊 礼物 对啊 对了 拉路语成本 走 跟你好好聊聊 你别跟他剪笑 酒来了 可以啊 都知道跟我这儿要酒喝了 一看了恢复就不错啊 你不住院呢 能行吗 谁说医院不让喝酒 酒是粮食精 越喝越年轻 又胃 又胃 靠谱 来 说说吧 到底来找我什么事啊 感谢你 我想知道因为什么感谢我 因为什么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感谢这段时间你帮助雨淳 感谢这段时间你照顾我 感谢你让我和悠悠 重归于好 扎心 这句句话听着都扎心哪 不是 你这怎么一回复好 性格都变了 去你的 这世界天天都能变 你这一回复好 你要不来找我 我也正好有事去找你 陆雨淳把你的事都跟我说了 好 我知道 你知道 你又没有想过 你继续这样下去 悠悠怎么办 这个事我会处理好 悠悠只是被唐富山的表现弄毙了 你误会我意思了 林宋凡 你知不知道 如果 我是说如果你受到什么伤害 悠悠怎么办 更何况 你如果发生什么意外 你想想 你想想你昏迷的时候 你再想想你车祸那天 咱说得严重一点 你现在就是悠悠的天 天塌了 你让悠悠怎么活 所以 我刘大良希望你们幸福 我真诚地希望你们幸福 我希望 你们就应该去过 属于你们的幸福生活 这就够了 你不是要报复唐富山吗 你不是在搜集证据吗 没错 我来 你来 我来 这些我来 我替你去完成 或者是我帮你去完成 只要你跟悠悠好好的 这一切我来 大良谢谢你 你误会了 大良 我谢谢你这段时间 你做的一切 但是这个事 它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除了我没有人更合适 我不想 也不希望贾姐其他人之处来帮助我 来替我完成 但是我会照顾好悠悠的 林宋凡你早就这么丑 你为什么就这么一根尖正 这仇恨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 你知不知道 你如果照顾不好自己 你怎么照顾悠悠我 行了 知道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也会照顾好悠悠的 行了 行了 绿承兰亭 好 喂 大良哥妈 喂 嘉义 我问你点事啊 上次我记得 你说过春姐是在 绿城兰亭住吗 对啊 怎么了 什么事 没事 没没事 我就问问 好嘞 你忙吧 嗯 果然是在这儿说啊 果然是在这儿说啊 哎 你看这林宋凡和悠悠 他们俩终于意识到 谁离不开谁 这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有刘大良 没白回来 你终于说实话了 是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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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什么了我 我 算了不怪你 老好人一个嘛 不是 你看悠悠吧 她需要我帮忙 她她她不像你那么 独立自强是吧 而且她又她又没你那么省心 你看你看你多多让人放心 得了吧你 不真的 你看我身边的那个女人 一个小乐一个悠悠 这俩没有一个能像你这么省心的 我不要男人省心 我要男人惦记我 你惦记我 你惦记我你惦记我 惦记我 我惦死你 我吧 就是从小太独立自强了 男人都喜欢那种柔柔弱弱的 看起来有保护欲的女人 看来我应该赶一赶 不是 我可以的 我是陆玉淳 嗲嗲的 我是陆玉淳 嗲嗲 大猪 不是 我跟你说哈 就你这一款嘛 就现在都是稀有品种 在男人心中你就是这个 我打心而令我外佩服你 真的 我不要坐在男人心中是这个的 我让男人宠我疼我爱我 疼 到家了 上楼吧 上楼去坐坐 不是 那个 那天天天天都黑了 再说我上去不太好 改日 你不是老初男吗 你还能把我怎么着啊 老初男 陆雨淳 严肃点 严肃 我严肃 我不知道 严肃点 初男 不是咱俩说好了啊 以后咱能不能不聊这类话题 不聊 不聊了 不聊了 太过分了 上去喝点东西嘛 你怕我非离你啊 没有 你小点上 你这是小区 那个 不是 我上去吧 我我我我我 我怕耽误你休息 你这么说 我今儿非得演一个弱智女流 大梁哥 人家好累哦 好想上去洗澡的哦 大梁哥 你看 那边好黑 好可怕 人家好害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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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去走走 哥哥 送你上楼洗澡啊 到我去了 恰瑞 dried 是 是 是 喂 呃 我报案交通事故 地点是夏沙路 诺亚酒店附近 我说你他都会不会开车啊 庞公子 是您哪 谁会不会开车 不是 我什么都没错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亮子 咱们见过面呢 你们认识啊 认识啊 别别别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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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是 见过面是吧 我是曹总那边的亮子嘛 见过 看我这记性 喂 庞公子 今天出来玩 没开庞总的车 不是 我出来玩开什么车 还得跟您汇报是吧 不是那意思 唐公子 您的车 您的车都扁了 这车都 撞扁了 有点 有点凹 怎么给我装成这样了呢 您别着急啊 我一会儿我也修车去 我修好了之后 给您收拂上去 好吧 不是 那你得挤着啊 这个 您会收拂的 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呢 我这 不是 不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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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 我是交警大队的 我姓杨 请问二位是车主吧 是 是 那麻烦二位出示下驾驶证 我在车上 你看看 咱们今天这个 就是个小意外 对吧 我们已经拿到公司了 咱们就私了就得了 好吧 私了 私了车主特意吗 我跟他认识 唐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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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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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这位车主说 你们已经对车辆的赔偿损失 已经达成一致了 达 达什么一致 你看 看来你们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这样吧 我先把现场的照片拍摄一下 然后麻烦二位把车子停到旁边 我慢慢给你们处理 好吧 好好好 你稍等我一会 好吧 稍等我 唐公子 你看咱们今天啊 这就是个小意外 就是个普通的罪委 择人权在我 非用我全套 你看这好吧 算了算了 警察同志 来 我已经打上一次了 这样怎么样 可以走了吧 这样也不行啊 根据道路交通 法规处理程序啊 我必须为二位填写一份 损害赔偿的协议书 这样才能让二位走啊 是 是 挺好了 你得让那位车主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 让他签个字 喂 汉公子 来来来来 你看你这协议 好 好 下次注意点 都 都签好了 好了 这样就行了 下次开车小心点啊 好好好 好 好 回见啊 回见 汉公子 今天这事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走吧 那改天啊 改天上我那儿去喝酒啊 注意点啊 下次 你这都到家了 我就不进去了 行不行啊 你看我 你睡着了再走 孤男寡女的 你这 你别乱动啊 这是入室 入室行器啊 快点打电话报警了 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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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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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之前的东西都在 一样没少 那什么东西不见了 证据 全都不见了 我搁在一个箱子里 很普通的 唐富山 你们是这么混蛋 这则是真的把他们逼急了 不是这胆也忒大了 入室行器是要判重罪的 我就说 我就说怎么没动静了 我还担心他们对宋凡再次下手 原来人早盯上了盯上我这儿了 富山集团 不是不能再去吗 人家根本就没把你俩放在眼里 你说是不是 他们随便动动手指头 就把林苏凡给搞成那样 现在就闯到你们家里来 他们这么猖狂 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因为咱们太软弱了 咱们不够强大 咱们怎么跟人家对抗 现在证据又没有了 就算有证据 我觉得唐富山根本构不成 没有任何威胁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 我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希望 那你是要劝我跟宋凡放弃了 我不是要劝你们放弃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我好好跟你说说这事 我认真想过这件事 我翻来覆去地想 我就想不明白咱们图什么呀 就为了报仇 报仇的后果呢 咱们根本就不是人唐富山的对手 就算这件事情成功了 最后伤害的是谁啊 伤害不了唐富山 是唐嘉一 唐嘉一到时候怎么办 小乐怎么办 她俩还是孩子 她们是无辜的呀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担心你的家人吗 如果你非这么想的话 就是担心我家人 小乐是我从小拉扯大 她是我亲妹妹 你说我好什么 证据没了我也很紧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宋怀交代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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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值得金货销售 我和唐富山是多年的老朋友 过去是同学 后来是伙伴 再后来是最值得信赖的兄弟 所以我对他从无解析 他把欧阳江海介绍给我认识 我们三个人对生意非常弹得来 可以说一拍即合 所以我二话没输 马上就同意 废物 废物 我个废物 我知道你这小事怎么办不好啊 哥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我确定把东西已经放在车上了 下小的时候运上唐公司 还引来了交情 肯定就是那时候 不知道什么人把东西拿走了 放屁 没人 没事这个往你车里钻 我单单就把你箱子拿走 不是 你这干什么吃的 好好 我放屁啊 我放屁 哥 我也合进来的 你说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我不相信 绝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路上没人跟踪你啊 没有 没有吧 你确定这箱子真的这么重要 不是我确定 是我打开看那箱子 那箱子里它就 直接说 圣据 圣据 什么 就是一些 什么资料啊 录音什么的 难道 是唐嘉宜故意的